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l 身處在西貢的海下路 準備在這裡出發, 玩什麼呢? 上西貢最高的那座山 那座是什麼山? 那座就是石屋山 在這裡出發, 今天早上 跟一班山藝班的同學操練藝行者 他們很狠心, 今年決定有20多個同學以上 決定報藝行者 他們這麼有心, 我當然要陪他們一起操練 我剛剛走了麥徑二段 在北潭鴨收工之後 那我自己就走下山拍片 說一下怎樣來這個位置 我剛才走下來的, 在北潭鴨 大家來這個位置, 就可以在西貢市乘94 或者假日在鑽石山乘96R 或者沙田站乘289R 都可以來到這個位置 剛才下車的位置叫高堂 下車之後沿著車頭方向走200兩米 就來到那座的位置 我今天上這個石屋山 就會沿著這個張上交流徑上 張上交流徑大概都是4-5K左右 由這裡去到張上交流徑的入口位置 500米左右的距離 今天一條, 如果不上這個石屋山 應該算是輕鬆的路線 而上石屋山, 西貢最高的山路 當然會加一點點難度 石屋山我之前上一次的 那次都是跟生意的同學仔 那天就是露營 我背著大背流上去 天陰 今天天氣好一點 今天天氣好一點 今早有些魚, 現在就好一點 大熱天時想找一些短一點的路線給大家 這條的張上交流徑 在我印象之中 都是不算太難 也算是高樹陰的路線 今天我走的距離全程大概是10K左右 但是前後也有很多接駁路段 尤其是到另一邊 熔雪澳那邊 基本上是石屎路 後半段有4-5K 算是輕鬆的路線 但是輕鬆還是輕鬆 開頭的500米 都是要跑到斜路上 或者走 好了, 大概500米左右的距離 來到這個張上交流徑入口位置 禮拜夜看看地圖 紅色線 這個張上交流徑 5208 就是告訴你 4K都不夠 但是我們會在這裏 上完石屋山 再下去 加一點難度 而我們伸出位置 各客在此 在這裏後面出發 這一段是高樹陰的路段 大家見不見到 頂頭有樹遮頂的 大概2.5公里左右的距離 我們會去到張上士多的位置 在那裏後面有條小山 上石屋山 大概900米左右的距離 就會上石屋山的山頂 而剛才那個路口位置 如果你的目標為本 立的士來都可以的 六的 但我會見到烏溪沙那邊上車 除非你住香港島 或者張上岸那邊 如果不然都是過沙田那邊轉 避了西貢市中心 是會好一點點的 我們今早由烏溪沙站 去到東霸 都說8.7元 4個人分 如果來到海下這裏 分分鐘不用8.7元 應該我估計 應該可以平一點點 算是發算的 路況相對物理浩徑三段 來算是比較容易 大家見到 這些鋪得很漂亮的石屎 和有樹蔭的路段 同樣都是可以去到水浪沙那邊的方向 但這裏相對於物理浩徑三段 出水浪沙就好遠很多 至少來到這一刻 更加眼前見到的 都是樹蔭路段 起碼在前段 不用上牛耳食山 雞公山 已經差很遠了 記不記得綠樹林蔭 還有細心點看看 那些樹是動的 是有風的 每條路況 因應地理環境 天氣都有少少的特性 例如走開 所以物理浩徑 玩家行者的朋友都知道 順走物理浩徑二段 上西灣山一段 不知為何很多時 大埔的時間都是沒有風 很焗的 今天我們走的時間都不例外 勝在好在今天不曬 但大家都走得辛苦 而這個路段的特性就是 我好幾次走 都是清清涼涼 挺好風的 或者是山勢 擋著風 各方面的因素 這些就是地理的因素 所以一直都覺得這條路線 是想輕鬆介紹給大家 是做一條 夏天或者短線的路線 一直記住 今天過來 所以就走這條路線給大家 來到這裏 張相交流境 走了1.2公里 依然都是高樹蔭路段 依然都是這些靚石級路段 看到這條路線 指示相當清晰 我們是榕樹澳方向 3.8公里 到張相 就有2公里的距離 現在後面可以注意一下 右手邊 有條路可以落到這裏 一條幾出名的山間 侯堂溪 不過我們不是玩溪間 今天沿著這條交流境 繼續走 5203個牌 不久 開始有些賓之路 順便描述一下 在右手邊 有條小路 在大洞山的方向 大洞山是什麽位置呢 先補充少少先 見到佳華經的牌 在這後面有絲帶有成的 大洞山就是上去石屋山的 其中一條路線上面 途中會經過的山 即是表達了些什麽呢 即是我要上石屋山的嘛 即是剛才這條路 其實都可以上到石屋山的 不過有些相對比較難的路段 其實上次上石屋山之後 我都想和大家走一次條路 雖然都是一條路線給大家 千萬會上多兩個頂位 大洞山那邊 但是時間加不到啦 而這次我想是走一條高樹蔭路段 見不見都仍然是高樹蔭 所以我就繼續走這條張上的交流境 剛剛過了5203個牌 大概還有不夠1K 就去到張上士多個位置 依然是高樹蔭的路段 而這段路呢 平衡了些少 雖然說樹蔭指數高 偶爾剛才在外面也有些太陽 也滲了進來 都很輕輕的 始終是夏天 但相對計算 走得舒服些少啦 好了 開始有些流水山間 就要經過了 繼續指示清晰 去到張上 張上 還有0.8公里 用樹屋2.5公里 好了 在樹那見到綠色的大草皮 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到了張上士多的位置 外面有大草皮的位置 但這個位置 近來光景有些不同了 有些轉變 先出去看看 這個路口位置 也是指示清晰的 水浪窩方向 都是我們要走的大方向 6點多公里 我們從海下路那邊過來2.3公里 剛剛出了這條路 外面會有個緊急通訊的電話亭 有交遊徑 不是交遊徑 不是交遊徑 是麥尼浩徑的地圖 而這裏直對上去 就不彈爭的方向 我有兩三個隊友 還在操練 在這邊會過來 不知道他快還是我快 這個位置收不到電話 聯絡不到他們 過一過去 張上士多位 如果麥徑直走的 就沿著這條路繼續去 而我們就去這個 許林士多的方向 張上這個位置 是非常之正 非常之平靜的 行得三個朋友 不會不認識這個位置 非常之感恩 來到這個位置有太陽出 大家可能覺得我傻傻地 就很曬 有太陽 南天白雲才應到美景 我上次來的屋山 是一般的天氣 今天來到 就可以補回更美的景色 而來到這個許林士多 阿黃 哈哈 我的行山友 已經捕捉了 是啊 他們真的上就是這個位置 來到我想發一點點爐數 前面這個艇 許林士多 先離身 我跟許林士多老闆 應該是叫許山 我猜 不太熟 我也不太光顧 講真句 小麗走這邊 但是外面這個位置 是很多行山朋友 無論是晚上來也好 是一個落腳位來的 二士多老闆 也不論是他搭建出來的位置 讓大家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水 抹身 抹身 他都歡迎 但是 不知道 有些人 可能 不知道基於什麼動機 就投訴 這是僭建諸處女 我一見都還未刷 可能遲些會刷 說真句 如果你是那些角度 是說 我不理你那麼多 犯法就是犯法 不對就不對 那當然是賊 OK 但是其實很多年 也都服務了那麼多的人 其實是不是真的 那麼影響到大家呢 為什麼會導致一些人 會做一些投訴呢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是 法律上面其實 要執行得好 要國家融合 是應該要法理情兼備的 如果他有沒有搞到那麼多人 他又不是拿來做些 起屋 賺錢 做度假屋 各方面的事情 聰明了 賺光了 就可能買罐汽水 有人坐下 休息一下 有些誘因令人買罐汽水 不就是這麼大把 都看不過眼 好 就算有些人說 犯法就是犯法 不適合你要刷 沒有道理可言 OK 好多閒山的朋友 是覺得需要 或者是這麼多年來 都有一個有牙遮頭的地方 如果真的拆了的話 相關的部門 又不會考慮在這裏 做一些糧亭 大過的糧亭 避雨亭 休息亭 給大家 而彌補回這裏 本身遮到人 給大家休息一下 沒有了那樣東西呢 今天是2023年6月天 我不知道到最終 會不會有些 有心人令到他不用拆 又或者是拆了之後 會不會真的有人想到 你以為就是你會想什麼 我都會 我都會建一些糧亭 如果是這樣 就相當之好 如果不是 那 拆來幹什麼 OK 上山的路段 在這個 許林士多後面 最上一次來到 一年前的事 找回路徑 和我找回我 山藝班的兒子 說個Hello 好了 遇到山藝班的同學 又和士多老闆 聊聊聊聊聊 再用5入管理段 總之希望可以保留得到 方便下一些行山有 在士多的後面 上山的路段 今日的汽浴 這裏上 這個位置上成功山 一上一落 兩公里左右的距離 如果我們不想直去這個 張順交流徑的話 走多五六八米左右 大約就會接回我們 一會下山的路段 所以如果不是想上這個山的頂 西貢最高的山 是不用過來這個位置的 而這段上山路段的樹蔭指數 高不高呢 就是這樣說 前半段環可以的 上到頂 始終有些開陽一點的位置 那 攀式幅度都大大 畢竟都是西貢最高的山 不過慢慢上 應該難到大家的 不算有些很險潮的位置 不太遠的距離 看到石屋山的頂位了 可以看到 因為這裏開陽 即是曬 超正 太陽曬到我拍一拍 應該是很藍天白雲的感覺 是不是很瘋 剛才說了 即是開陽的位置直上去 我說過攀星都不小 即是多少呢 其實有客客大家而已 這裏上到頂 剛才試到的位置上到頂 大概是900多米 1K都不夠的距離 這個已經很平衡 是不是 因為說純上升的距離 都說了170米的攀星海筆 有走開山的朋友就知道了 如果純只是一段攀星的路段 1K上870米 就不是真的算那麼多 OK 當然啦 這個時間這麼浪費 那當然大家考慮一下 認不認得到 我不是叫大家上來 我是介紹夏日風景給大家 有些朋友可能留言 那麼熱不應該行山 還教人上山 從來我的影片都沒有用過教字 我是分享我行山的路線 大家有興趣就看一下 我沒有用到教學兩個字 三百幾四百條片 應該四百條片都有過 OK 是沒有教學的 沒有資格教大家 GoGoGo 大概離開士多500米左右 距離有條重要分岔路 並非殊途同歸 左手邊是可以不上石屋山的山頂 當然去到那個位置 再上回不是不行 但是就遠了 上石屋山的山頂 是靠右手邊 大概是離開張上士多之後的500米左右 距離 留意地圖 繼續開洋路段 山徑上有些粉紅色的小花 一些夏天會開的小花 左手邊10點鐘方向石屋山 這麽多野花的位置 大概是離開這個士多 六百零七百米左右的距離 也就是說我們距離眼前這個頂位 有花射站的頂位 做三百米左右的距離 不是很遠的 好了 大概上到頂上一百米左右的距離 話畢都是西貢最高的山 總之都要給你一點點難度 這裏的路況是要走一些衝溝路段 不過說的是一百米左右的距離 慢慢按上去吧 好天沒什麼的 下雨天就會差一點點 這個要自行 考慮一下 下雨天的時間能不能夠處理 開機和大家一起吹一下水 吹水之時 剛剛的風叉路 沒有調轉木機 不補充了 總之望著塔頂直對上去 剛剛右手邊是有條路口位置的 但是都應該上到的 不過遠一點點 開機 又吹水想介紹這件衣服 好嗎 好嗎 其實看片來到這裡有朋友 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咦 隊長有了新衣服 是不是有活動 其實這件衣服 匪了一點點 因為我真的穿 今天穿了一整天 很臭 現在很快乾衣 這件衣服 其實這件衣服 本身在大摩一搭的活動 已經想介紹給大家了 品牌是Poly 大摩一搭的冠名鑑座 那時候希望他幫我做一件衣服 是大摩一搭的特別版的T 但是鱷於當時疫情的關係 那便趕不及 去到獅子一搭 又去到疫情的後期 又有其他的原因 我亦都不想 硬趕的情況之下 那就隨緣 開到活動的尾聲 這件衣服終於到了 在過程中我挑選了21款 有上妝、有下妝、有風衣 有男妝、有女妝 當然一件特別版的Tier 是準備給比賽為主的 那會比較鮮一點 看到嗎? 橙色為主 還有胸口是有一個 被了一點 英國班來我給了獅子傘 給了一個概念 再加上歐洲人員素 是一部畫出來的獅子山 一個比較有型的角度 去展示香港的獅子山 在這個階段 應該是生產商代理那邊 在計算價錢 希望訂一個不太高的價錢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家構 純粹想介紹給大家 因為接下來很多活動 可能有些朋友都想做一些的Tier 給大家多選擇 其實歐洲做的價錢 和現在是一些大陸來計 有質素少少的 其實可能分分鐘更便宜 有趣的朋友 可以馬上進資訊欄 或者看我的Facebook 我有資料的時候 再分享給大家 我相信都很帥 而且功能上面 都是有很多選擇的 不再介紹了 看我的Facebook 或者資訊欄 甚至去回九龍灣的 Livis的專門店 都會看到實物 直對上來 是這個發射站的位置 剛才我沒有給大家說 有條分岔路 右邊 就應該過去前邊 三角五行測站的位置 上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上到來 沿著右邊先 過去這個標高處位置 過去路段有少少密 少少而已 我可以接受的 已經過去了 沿著左邊一路走 每個人都圍著巴石站的鐵絲網 直至到你 大概在你1點鐘方向 看見三角五行測站 就是我們今天的頂位目標 石谷山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481 純粹靠記憶 希望沒有記錯 正啊 基本上石谷山是西貢最高的山 就是告訴你 應該沒有什麼地方 你是看不到的 在西貢這裏周圍的環境 包括後面這個方向的 藍蛇尖 石徑的方向 我們剛剛走過那邊的方向 以至這邊的西貢市 還有這裡直望過去 看到一層樓 即市區的位置 是非常之正的 而在這個位置 看過去都看到 是不是九龍呢 還是香港呢 總之看到一堆 好像海市神龍那樣的樓 好 今天也是差一點 好天再來過 來到這個西貢的頂 還有通常我都喜歡 將一些冰毒的飲料 流到上頂才喝 會開心一點 是憑記憶的 真的四百八十日 除非他患錯了 好了 在這裡喝了一罐 凍飲之後 沿著這個發射站的旁邊 鐵絲墓 跨到另一邊的山徑 下一個叫阿門的 奧位 分岔路位置 由這裡到那個位置 大概是900厘米距離 而下降幅度 是170度 差不多 離開發射站 好看一看外出的位置 這一堆粉紅色的小花 好多條絲帶 剛剛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上來的 看到嗎? 滿山粉紅花 沿著發射站 旁邊繼續跨過去 下山的山徑 都是一條美麗路 印象中不太難走 轉出來會看到直升機坪 直升機坪後面的一座山 山細這麼特別 應該不會不認得 馬鞍山 當我在這個直升機坪拍攝 正在玩的時間 聽到有雷聲 聽到雷聲不用檢查 有沒有雷報警告 你也聽到 是不是還在檢查什麼 盡快下山 雖然我設定了一些通知 可能信號差 或者電話放在身上 你不覺得 它又震到你 也不出奇 雷報警告 反正我要走的山 要走的事 就是盡快下山 現在的外面景坪 給大家看看 看看有沒有雷報警告 就沒有必要 但是看看天色 就有需要 還有分辨一下雷有什麼方向 剛剛在我們右手邊 就是前面那些黑雲 樹後面那些方向 而我們要下山的方向 在前面 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盡快下山 一直顧著說盡快下山 忘記給畫面 給大家看一條下山的路段 下山的路段比剛才上山 是2的 即是說 如果你純粹想 目標為本 上石屋山 可以在我這一家 下山的方向上 即是我第一條片 上山方法 都可以的 是容易走少少 你看路都闊很多 攀升的斜度 都少些 下山的位置 待會先描述 大概多久才接回路口 這條分叉路 這條分叉路 哪有私大 而我們要走的路 是左手邊 左手邊去 不要走左手邊 是不適合路的 轉了之後 大概240米的距離 接回去張上監獄徑 轉了之後 不久有一段沙石路 看到這段沙石路 所以太擔心 一段仔 之後接回去張上監獄徑 因為很老一條 好了 看到這片靚草皮 差不多接回監獄徑 給大家看看 天文台的雷布位置 15公里裡 是沒有雷出現的 又一個約翁思維 告訴大家 其實15公里以外的雷 都可以聽見響聲 身處近不近自己的位置 就判斷大家要用幾快時間下山 好了 接回來十字路口 左右兩邊 張上加上徑 我們先看一看 我們在榕樹澳方向 1.3公里 下山的了 全向下走 一路落一路 再補充少少少資料 在天文台的APP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那些雷一身處的位置 大概就在鹽田那邊 即是深圳那邊 即不是告訴大家 不重視 至少我們知道 它的距離在哪裏的時間 可以作出這個適當的安排 雷可以來得很快 是真的可以很快 即是你不想住很遠 即是它絕一聲 就可能在你15公里的範圍出現 所以都是要盡快下山 只不過就是你知道 它身處大概的位置 你口做判斷感解 而我現在下的路段 是樓梯級和爛泥 剛才的鏡頭看不清楚路況 給大家多個前置鏡頭 給大家看看 這些路沒有了剛才的爛泥 但都是一些天然的樓梯級 過往都是一些古道路段 這段的落山路段 將上交流徑 路況都是這樣的 下樓梯級為主 看見這個牌 C5207 還有1公里都不夠 就算我不說 大家都看到樹蔭指數有多高 就陷入了 經過這座石橋 距離榕樹澳村大約約700米 補充一點 雖然這裡是高樹蔭路段 但又未煮 真的很容易走 因為這裡 長年蜜罩處 所以這條地 路況是比較滑 因為長期都不太到陽光 是有點濕濕滑滑的感覺 上問題不太大 下樓就要小心一點 專注到高一點就可以了 不是難度處理不到 但是這裡很有熱大雨林飆 另一個問題就是 過程裡面會有很多一些 不是這些 一些藤 那些藤是有尖刺的 即是它會碰到你 會刺住你的肉 或是貼住你的衣服 對那一句 又不是很大問題來的 即是它不是炸到陷入 封了整條路 而是偶爾一條半條 小心一點 專注度高一點 就比得到過去了 來到這個位置 大約500米 距離落村 應該是最後一個牌 C5208 應該是最後一個牌 C5208 開始接回一些 完整一點的樓梯級 距離村 還有300米距離 打開的路段 又再漂亮一點 還有一個牌 這個牌 沒有數字 大概告訴你 這裡已經是交流境的路段 右邊是山間 接回村的位置 出到村外面 這個位置是停車場 而天文台的預告 已經進入了15公里的範圍 和上一張截圖 大概隔了4個字 轉左邊 去海邊的位置 出回水浪窩 一隻走到一個廁所 抹一臉 才接受餘下下來的 4.5公里挑戰 沒錯 是4.5公里 出回水浪窩 不過石屎路 都要4.5公里 前段平均很少 上到馬路邊 就要跑斜路了 所以又是另一個考驗 不跑就浪費了 跑吧 大約還有K嵐 跑到出去 停下 因為將會下雨 一下雨的時候 再開鏡頭 就非常麻煩了 做緊頂之後 雨開始來了 那我就繼續跑啦 因為大家喜歡這條簡單的路線分享啦 天翼的時間 不是不行山大 便宜一下 怎麼行得舒服少少 又可以操練到自己 保持著體能之餘 又可以行得安全少少 沒那麼辛苦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短片分享啦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印象山家的朋友 你們的訂閱和分享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拍三年幾次的影片 YouTube不會幫我推我的影片 是靠你們的啦 會不會多些朋友看到我的影片裡的資訊 就靠你們啦 如果你們覺得可以幫到一些行山朋友 而身邊有些行山朋友 一知半解的 記得分享給他們 應該幫到一下 到這為止啦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 李宗盛